這邊會出現輸入金鑰儲存密碼 如果你有出現的話 那表示你這個應該是正確的 OK按Enter Enter之後呢 你會發現在旁邊就會出現有一個 Key Tool的MD-Fi 那打開來之後呢 各位就可以在裡面 本來是這樣 沒辦法改自動換行 裡面就可以找到這邊有一個MD-Fi 開頭 那後面這一串呢 一直到B7 這個就是你的MD-Fi 你就把這個MD-Fi碼把它複製起來 然後呢 再貼到我們剛剛跟各位講的這個網址 貼上去之後 再按這個Geno API Key按下去 它就會幫我產生一個新的MD-Fi碼 不過呢這邊你必須要是Login 因為它等於是 這個這個需要你一個Google的帳號 所以呢你就把這個Google帳號把它Key上 你的Google帳號Key上去之後的話 它就會跳出一個正確的MD-Fi 應該是像這樣我剛剛已經申請過 如果因為我這個已經有Login 然後這邊就會出現類似像這樣的畫面 裡面的話呢就會給我們正確的金鑰 就是這一串 這一串就是我們要的結果 OK 大概是這樣 基本流程有點瑣碎 基本原則上 我再把重點提示一下 第一個 先到那個你的JDK裡面 找到兩個檔案 BIN裡面找兩個呢 Key Tool 跟這個 JLI.DL 這兩個 請你把這兩個檔案呢 複製到你的Debug Debug Key底下 就是 路徑的話就是找到 視窗的喜好設定裡面 Build的這個路徑 OK 然後你把它貼上去之後的話呢 再到這個路徑裡面呢 建立一個P式檔 建立P式檔請你按右鍵 這我剛剛有講過 新增一個什麼文字檔 那這個文字檔 裡面請你把那個負檔名改成BAT 按右鍵編輯它 裡面的話呢 請你把這一串Key上去 最後面的話呢 輸出成一個MD-Fi 點兩下之後 如果有出現 把它Save 點兩下 如果出現 輸入金鑰儲存密碼的話 那表示你正確了 那你就可以再把MD-Fi碼 貼到 這個連結 剛剛我給各位的那個連結 那個連結 如果你要找的話 你可以去我的部落格裡面找 或者是說 另外一個地方 也可以找得到 這個我剛剛講這個連結 或者你可以到 那個雲端上面 我剛剛也有把它傳上去 因為我擔心各位 可能會有問題 所以 剛剛P4檔 如果你 這個 要打這麼多 有點問題的話 那請各位把這個 Key2我的P4檔 download下來參考 另外的話 那個連結 有沒有 你如果找不到的話 那這邊也有一個連結 你可以把這個download下來 直接 這裡面就是一個超連結 就可以連結到 我剛剛給各位的這個 其實就是這個網址 OK 試試看好了 把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 有看 OK 謝謝 kin 5 5 4 5 谢谢大家